近来一直有小伙伴吹跟我做一期关于真机的视频 那既然是真机 而且还是我靠其吃饭的技能 那为了要有仪式感 今天肯定要光着讲 没错你眼前看到的这副身材 即使不是职业健美学手的块头 但至少也算是一副云秤的身板 如果你也想开启你的真机路程 这期视频也许可以帮到你 因为真机设计的内容会比较管 不像减肥一样几乎只取决于能量守恒定律 所以我会分三期视频来讲完 这期视频主要讲的是在真机的初期 怎么去平衡训练和饮食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句话 健身就是三分练七分吃 但是其实对于健身七年 从一个115斤的瘦脂 变成到现在稳定在160斤体重的我来说 我认为吃和练同样重要 甚至在你增肌计划的初期 应该把更多心思花在研究训练动作这件事情上面 这里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肌肉力量的大小 不仅取决于肌肉的块头 在接触力量训练的初期 更多取决于神经目及肌肉的能力 你会发现身边有些人 尽管看起来瘦小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像经常干农活 打我啊 那是干什么的你 还是梗片的 或那些专门卸货的师傅 他们的体型虽然看起来瘦小 但是他们可以轻松扛起 比自己的体重还大的重量 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力量基础 也没有干出活的健身小白来说 神经的目及到肌肉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你会发现你刚开始健身的时候 可能连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 如果你也是这样 请在屏幕上面扣1 好那假设一个健身老炮 他一组可以完成10个引体向上 那么说明一个健身小白 他每天可以承受的训练量 相对一个健身老炮的训练量 可能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所以咱们在健身的初期 肯定不能把一个健身老炮的饮食计划 照搬过来 摄入过高的热量 否则你的体重和脂肪 可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我刚做健身教练的时候 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那时候我会经常按我的食量 去要求我的客户 每天必须让自身体重 去吃多少主食和蛋白质 导致它们从一个瘦子 吃成一个胖子 而不是肌肉难 第二个为什么要增肌的 初期训练的重要性 大于饮食的原因 吸收 不管屏幕前的 你是不是异瘦体质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你身边肯定有瘦子 经常说自己 怎么吃都吃不胖 不可否认 确实存在有很多 先天性的异瘦体质 这类体质的代谢 确实比普通人更高 身体也不容易储存多余的脂肪 但是你会发现 身边大多数的瘦子 他们平时真的是懒得吃 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 在我还没开始重视我的身材之前 一日三餐我都是尽量敷衍了事 人生格言 吃饭只是为了活着 平时小零食小饼干什么的 真的不感冒 如果连吃个水果都需要自己去洗的话 甚至还要削皮 宁愿不吃 在进食这件事情上面 实在是提不起任何性质 让我在大幕上面找到同类 尽管你真的很能吃 而且还吃不胖 那么只能说明 你的身体真的不需要这个热量 该拉的 就随它去吧 但是在你开始系统的力量训练之后 换句话说 当你的身体开始正常 甚至超常的运转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吸收能力 真的很给力 就算你还是按照以前的饮食习惯 你的身体也会有一至两个月的红利期 也就是说 你也会长肌肉 如果你比以前吃的哪怕多了一碗米饭 还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在健身增悉的初期 训练真的比饮食重要太多 第三个原因 你真的有时间去做详细的饮食计划吗 换句话说 真的每个人都有条件去做详细的饮食计划吗 再拿我自己的经历做一个例子 刚出来工作那会 决心改变平庸的身材把自己练成 至少每个人看到都会说 哇 得身材 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详细的饮食计划 把各大营养素和热量都计算的明明白白 早上就两个全蛋三个蛋白一杯蒸鸡粉 午餐就牛肉和各种蔬菜 下午加上再来两个香蕉和一把坚果 晚餐整点鱼肉和各种蔬菜 睡前还要搞一个牛肉果一杯牛买 但是工作的第一个月限时就狠狠的给了我一巴掌 首先工作和生活各种琐事就已经让我对做饭失去了耐心 其次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工资除去跟我开销只够我吃得上鸡胸肉 可能只有每天下午吃两根香蕉是在我的计划之内的 但是我确实每天都有抽出时间来训练 也许不是每天都有空靠到健身房 但是在没时间的情况下在家里做服务成的准腹是肯定少不了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达到了我想要的身材目标 以至于给我之后的系统训练和饮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好了我总结一下 这期视频其实说是聊关于蒸鸡的饮食 但其实我并没有给你一个详细的饮食计划和热量计算标准 这种数据其实我们只要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 而我想告诉你的是 在蒸鸡的初期扛起杠铃和哑铃的那一刻 甚至你在家用尽全力的做一处服务成 真的比一份饮食计划来得更加重要 当你有了一定的训练基础 再让自己多吃一点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给身体提供更多的燃料 对于一个瘦子来说 蒸鸡的饮食真的可以非常简单粗暴 蒸鸡的期间每个月稳定的增加2.5公斤的体重 你的体型也有在稳定的发生变化 这样就说明你的饮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假如你练了一两个月下来 发现你的体重几乎没有变化 那才说明你确实是吃少了 假如你也像我的初衷一样 想要改变身材 告别瘦弱 那请你一定要珍惜健身前期的一个红利期 不要觉得蒸鸡一定要吃的多好 多贵的东西 把热量算得多精细 只要你勇敢的走进健身房 说干就要马上行动 不要老是说什么 下次一定干就一定能看到变化 那么说到干怎么干 下期视频咱们主要就聊训练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蒸鸡的原理和重要的动作细节 好了小伙伴们这一视频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